嗨,大家好,我是你們的煉金書師,阿倫 好了,我們今天又來買東西了 我們現在又來講購物片的相關主題 那首先呢,大家看到這邊有一位黑人正在尋 看起來就兩個人,一個在買東西,這看起來像店員 那首先呢,店員上次我們有提過了 就是Clerk買的咧,一個是Clerk 那這個人就是什麼人,他就是個Cosmer或Shopper 對不對,所以基本上他們都用這些在稱呼他們 那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動作呢? 他們在詢問價格,所以他可能在asking 他可能在ask,他可能在inquire,詢問 那一樣呢,你也可以說他們正在檢查這個貨物 這個先生他可能正在檢查貨物這個動作 對不對,或者他伸手去拿的衣服 Reachful,對不對,所以Reachful的東西也是OK的 所以這些東西事實上都可以重複運用 在這個,我們的題目上 當然你也可以說,最重要的話 可以說他在shopper,shopper clothes 他在買東西嘛,對不對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我問大家一下 兩件事請問你 那請問你,他有沒有在try on jacket 你覺得呢? 小心喔,雖然這個聽起來也是跟衣服有關 可能他卻在騙你喔 這是一個distractor,他朋友在try on 他在問,他在詢問價格 他可能在看衣服上的標籤是多少 好,那最後再問大家,在騙你各位提示一件事情 雖然我們知道人物體的重點在他們人物動作跟表情 人類,但有時候他會故意整你,他會考細節 結果最後答案是什麼?一堆衣服在幹嘛? be this leg or on this leg 結果最後答案是,有很多衣服在展示 所以這個大家最後還是要小心齁 那在結束之前大家補充一下 最後衣物單字複習一下 我們可以講closing 也可以講closing 總稱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個garment 可以加一詞齁 那有時候你會聽到attire 這個是比較文雅的詞齁 attire也是可以叫apparel OK 甚至有人會用wear這個詞 當作衣服的總稱 比如說男生的衣服叫messwear 女生的衣服叫wemesswear 好啦,那各位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